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 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 議題中心P&N 以及公民行動營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九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 會有直播 之後呢 會在公庫的網站會有完整的播出 那今天要跟大家談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其實我相信 特別是這一兩年有很多關心 這個高中教育國中教育 甚至整個國家的這種所謂的 意識形態的這樣的一種參與的朋友 或是對所謂的高中的課綱關心的朋友 我相信這個議題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在最近 你有開始跟這個高中課綱 或是國中課綱 有一些相關的討論出現 事實上在之前也有老師們去絕食 甚至我們也看到 在最近這一個月 很多的高中的同學也都站出來了 然後去反對這種所謂洗腦式的課綱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當中就來跟他談 這個高中國中課綱的 就12年國教課綱的議題 今天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人本教育基金會的馮喬 喬喬你好 關老師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課本請你先告訴我們 很多人當然會看到這類的新聞 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到底課綱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課綱跟課本是一樣的東西嗎 好 因為原來我們的教育裡頭的課本 更早以前叫統編本 就所有的人都讀同一本課本 然後是由國立編譯館所編的 但是在整個教育改革的風潮出來之後 很多人就在談說 事實上課本其實也代表某種言論自由 以及在教育上面的開放跟解放 所以又要求課本不應該只有國家編的這一本 不可以規定每個人讀同一本 因為每個老師的教學的著重的方式 跟教學的方法跟專業或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討論說 教學書應該要開放 讓民間也可以編定 包括可以讓老師也可以編定 嗯哼 那在整個開放之下 所以終於開始了有所謂的 後來大家都叫做一綱多本 就終於有了一個課綱出現了 那課綱是由國家經過一定的程序制定的 他是經過有所謂的課程發展委員會 他們去研究要用哪些內容 哪些綱要的內容 然後之後再經過課程的審議 課綱審議委員會 就審議通過之後 OK我們就有個課綱 然後大家在依據課綱裡面的某一些編要 比如說你的數學應該要談到哪些點 或者是說我們的社會領域 有哪些事情是要著重進來的 要放進來的 那能夠依據同樣的綱 但是大家編不同的課本 因為同樣一個 你加5等於10 可以有不同教法 對沒錯 他只要不同教法 就可以有不同的課本 當然就我們在推動教育改革的過程的思考 我們會認為最理想的狀況下是無綱無本 也就是我們要充分的讓老師們享有 充分的教學專業自主權 就像在大學裡頭 他可能也是開了某些課 但是他每個老師怎麼決定課本 用哪一個教材 都是由老師決定的 對基本上來講 除非即使是有些通識課 當然也許會另外大部分的科目的話 都是老師自己去做決定的 是所以我們也覺得 所有的教育應該都要這樣 所有的老師應該都被當成是一個 教育的專業者 而不是國家的思想的 政策的傳遞工具 因為特別在國民中小學 一直以來有這個困難跟問題 早期的課本還有一個 有一個科目的黨意 就是黨的意義 黨的意見 後來轉換成生活倫理跟公民課 所以你會發現說 像我們光講課本跟課綱的 整個演進過程 他其實基本上也是台灣的 教育的戒嚴跟解嚴的過程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這麼爭議 這次的課綱 那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特別是剛剛談到的 這個課綱的改變 事實上背後是存在很多的價值 以及政治的權利 在一個理想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就像喬蘭所說的 因為學著需要 乾脆就把這個課綱給廢掉 可是事實上 如果從所謂的國民義務教育的 角度來看 這個廢掉是一個妥適的嗎 因為好像每一個國家 或是他都應該覺得 我們應該給這個學生 給這些孩子 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綱要 基本的概念 如果完全廢掉 那會不會這個老師教A 那你老師教B 那這個會不會有很大的落差呢 所以就是關心到一個社會 對於一個思想多元的程度的 接受度到達哪裡啦 對 之所以當時會妥協 我們就是一綱多本 就是我們也體會到說 整個台灣社會一下子跑到五綱五本 可能很多人不能接受 因為我們是對於升學 太在乎的一個社會 沒錯 這個社會環境整體非常擔心說 你考試用什麼考 大家標準一致嗎 就比較進步的教育觀點來看的話 你連考試都不一定要統一內容啊 因為各校的辦學的精神 跟要的東西不一樣嘛 本來就應該要不同 但是其實我們幾乎每個高中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嘛 除了那個所謂的排行之外 基本上也講高中很少看到 有特色的學校 真的 這是目前的狀況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說 教育理想跟現狀 當然有一定的差距 可是就課本的發展 我們從國立編管的版本 統編本到達現在可以一綱多本 我們把它當成 就是一個重要的進步了嘛 就是說 你有一些不同的教學的手法 你可以寫出不同的課本 那老師們依據自己的教學上面的著重點 來選擇 他認為比較適合他用的課本 那基本上就整個教育的推動來講 它是其中一個階段 一個進步的階段 那當然在這個狀況之下 課綱跟課本之間的關係 就非常的微妙 也就是說課綱 我們現在希望它是一個 比較偏向柔性的課綱 可以說某些方向 比如說 你要談到我們的原住民 你要談到說原住民跟漢人之間 或者跟開肯之間的過程 可能是如何 但他不能夠規定該講什麼點 或該說什麼 如果我們要談戰後 那你就不能夠完全規定說 你戰後必須要講 蔣經國做十大建設 就是你可以約略說一個大的方向 說這個事情是我們認為 我們的孩子在就讀 我們的國家所辦的教育裡面 從一年級到十二年級 他應該要匯哪些方向 哪些內容 但你不可以說 一定要教這個 或一定要這樣教 就是在課綱上的思考 所以課本它有它的空間 雖然我們知道在現實上 很多課本長得還是很像 這是很大的 我們繼續努力嘛 因為有這個空間才有機會 有多元的機會嘛 但高中課本已經算是比較多元的了 不過從這個角度來看 課綱跟課本 它似乎沒有必然的關係嘛對不對 課綱就是一個基本的綱要 然後課本它可以按出版社 它可以選台 它可以自己去編 那如果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子有什麼好爭議的呢 反正你課綱就定自己的課綱 那課本就編自己的課本就好啦 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老師出來反彈 但是你課綱你的課本所編定的內容 跟你的內容範圍 它還是被課綱給限定啦 它還是有這個限定在啊 那加上就是說 我們的課本要經過審定 對 很多時候問題出在審定向頭 怎麼說 很多時候審定委員 他會蠻認真按照課綱來審定的 哦 哈哈 那課綱上的用詞 有時候課綱指起來說明欄 嗯哼 那編定課綱的就說 我不過是寫在說明欄啦 有什麼關係是參考用 但審定委員會說 誒說明欄既然這樣說 你是不是應該要調整一下 嗯哼 那就是關鍵到編教科書的人 他能不能跟審定委員有相當的堅持啊 就是說他能不能在面對審定委員 對我的更改 我覺得不合理的時候 我可以我可以堅持 但是就現實狀況來說 因為很多出版社 他為了能夠讓他的課本可以真的上市 他們基本上是蠻容易會按照審定委員的意見來修改的 嗯哼 就我以前有歷史老師有提過啊 像他 他有時候用比較活潑的標題啊 嗯 沉睡中的黑暗大陸 嗯哼 那審定委員就說你這樣子是不是太活潑了 嗯哼 所以他要改成一定要講直接講非洲 嗯哼 那這就等於是 某種程度上我們當然覺得這是 這是扼殺的這個老師的 這個編寫教材者的一個專業的表現 或者他想要呈現出某一個味道 這個味道是他怎麼去評論這個 所謂的黑非洲大陸嘛 對 可是當 當審定委員就說你這樣子標題過於活潑 嗯 那可能出版出版社都會回頭希望編寫者 要改成審定委員要求的方向 嗯哼 所以我把它有這一塊 就這一塊審定 他一定有依據是課綱來審定 所以不可能 課綱不對課本有侷取力的 絕對還是有 嗯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課綱定的什麼樣 至少是一個範疇 或者是一些準則 他事實上從剛剛喬蘭的 這樣的一個討論來講 他是會影響到這個內容呈現出什麼 是這樣的一個關聯性嘛 對 可是課綱不是每年都會 不是每年都每隔一陣子都會修訂嗎 那修訂課班 課綱某種程度他是有與時俱進 或者是可能跟整個社會環境有一些變化 或者是某些的這個社會的價值 有些調整 例如說 我們過去可能對性別的角色來講 可能就是有男性跟女性 可是慢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性別 有一些第三性 或是不同的性取向的出現 那我想課綱本身 他一定會有這個調整的過程 那這樣的調整不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為什麼 在這次課綱當中的 我們看到很多的老師們 都不斷講說他是一個黑箱課綱 這個課綱的過程是一個黑箱 他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黑箱的方式呢 什麼黑箱的狀態呢 對你這個對比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剛剛吳老師所提到的 課綱本來就會與時俱進的部分 就是會調整 包括在歷史科 光是要不要把台灣史獨立出來 就曾經經過一番爭議 那那個是課綱的 所謂的課綱的調整 包括大家知道有 有所謂的88課綱 95課綱 沒錯 後來98課綱 98課綱是後來 等於2008年 就是政權 政黨混沌替制之後 就被直接停掉的一個課綱 所以他沒有被使用過的 後來才有101課綱 這是一個大的調整 跟大的變動 但這一次的 大家在講的這個 違法的違條 他這個違是 矽違的違 高違的違 這個所謂的違條 原來是我這個課綱已經訂定了 因為現在這個課綱叫101課綱 我這個課綱訂定之後呢 使用了一兩年之後 可能在使用過程當中 有些基層老師覺得說 好像有一點使用上面有一點 其實要回饋 那比如說 可能有一些被注的方向有點問題 或有些用字潛詞 有一些要調整 所以通常是一個很微服的 通常是字詞上 或是什麼被注出處等等的 這種小的違條 那即使是這樣 他有他的程序跟過程 因為這次大家真意比較大的 就是在談關於社會領域的違條 就包含歷史語文 還有地理公民 那事實上這次101課綱的違條 他也有曾經經歷過數學跟自然的違條 但是數學跟自然的違條 沒有這麼大的爭議 為什麼呢 因為數學跟自然的違條 他們當時是有法源依據的違條 他們當時是在101年10月6號 他有根據一個 一個研商會議有會議決議 然後又有他們整個普通高級中學 數學跟自然領域的 課綱維條的計畫書 他有一份計畫書 然後透過這個計畫書 經過學科中心去收集基層教室的意見 在進行所謂的違條 但是這次的國語文 跟社會領域的所謂的違條 基本上沒有這樣的依據 尤其是社會領域 大家都知道有個檢核小組突然出現 問題是這個檢核小組 是沒有任何法源依據的 每次教育部都只有回答說 我們檢核小組與法有據 但教育部從來沒有拿出來 他的與法有據的那依據是什麼 所以他也沒有告訴你 這個法源到底是什麼 完全沒有講 他就有點像我們當時 大家在反黑箱服貌的時候 然後馬政府只有說 利大於弊 可是不告訴你什麼利什麼弊 他一樣 他就說我們這是合法合憲 但不告訴你這個法是什麼 那也就是檢核小組的出現 是這一次在整個社會領域的調整 當中是一個 金庫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因為過去的違條都是由 他們會有一個學科中心 就等於有一個領域的學科 去收集意見之後去進行違條 而沒有一個外來的檢核小組 但是這次的檢核小組是外來的 而且他的成員也引起大家很大的爭議 教育部有沒有特別說 為什麼要有一個檢核小組呢 除了這個語法之外 就是說為什麼過去有現在沒有 他總是沒有法源拿出來 但是總要有一個理由吧 教育部不太給什麼理由啊 他並沒有說明為什麼要弄這個 但是就出現了一個檢核小組 說我們這次要進行這種違條 然後呢 第二個呢 剛剛是講到法源 那個數學自然的違條 有他的法院依據嘛 但是國語文跟社會沒有 那另外在時程上也非常的詭異 因為數學跟自然的違條過程 他是從20... 他是攤了很多次會之後呢 他從2012年的10月6號 2013年的3月6號在辦公聽會哦 你看公聽會辦這麼長哦 然後整整進入了5個月 包括辦完公聽會 包括把相關意見 放進他的微調的內容裡頭去 之後才完成這個所謂的微調 但是呢 國語文他是在檢核小組 在2013年11月23號 開第一個 第一次檢核小組會議 而且現在從目前我們所看到的 會議相關記錄 我們會發現本來檢核小組 只負責檢核 目前的課本內容 有沒有什麼用字 潛似或文字有問題的 嗯 嗯 但他們在這一次 11月23號的這一次 的檢核小組會議當中 突然發動臨時動議 有朱宇宏 發動臨時動議說 那既然如此 有這麼多需要調整 而且 而且有一個民眾意見書 就拿出一個民眾意見書 說民眾對這個課本有意見 那我們應該整體檢視課綱 就突然發動了 他們要檢視課綱 嗯哼 那這是2013年11月23號 第一次小組會議 然後就第一次又說 又把整個會議改成 是要檢核課綱嘛 嗯 之後呢 在2014年1月 就突然公布了 他們有一個微調好的課綱了 嗯 很少有課綱可以調這麼快 嗯 對 他的確是非常快速的 對 然後之後呢 在1月16號17號 兩天辦了三場公聽會 嗯 之後呢就通就開始就宣布了 我們這個課綱維條成功 因為他在1月27號 經過第二部的課審會嘛 嗯 速度非常快的 你根本 根本就是大家 所謂的基層老師意見 都來不及反應的 就就進行了一個課綱維條 而且這次大家都非常知道 這次所謂的維條 一起的不微啊 不微小 嗯 我們可以看一下畫面 大家都會看到 這是歷史課綱的 微調的狀況 這個部分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做討論 但我這個只是要說 你會看到所有的黃的跟綠的地方 都是表示他被調整過的 嗯 就算一點都不微小 他有60%是被動過的 嗯 嗯 所以這也是大家 這次的爭議 就是說 所以有一個問題 有個黑象的問題 在於程序問題 剛剛有提到 這個檢核消除的 呃語法無據 另外一個怎麼會把一個 檢視課本內容的一個會議 突然動一層 我們可以變成 來檢視課綱 另外一個就是他怎麼會這麼快 他就把課綱端出來 嗯 然後然後馬上用一個最快速進行公聽會 嗯 他有一個黑象是在 呃 所謂的課審會 通過這一次的微調課綱的這個過程 這個問題大家也爭議很大 OK 這個部分我們待會再進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在國外談那個 剛剛談到的第二個比較大的爭議的部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現在是要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 公民行動引進入資料庫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 要來跟他談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就是課綱 微調 當然這個微調剛剛在上段節目當中 喬蘭告訴我們 其實他微調的幅度 其實也不是太小 那原本應該只是修字句的這個檢核小組 其實也對內容做了很大的修正跟調整 那我想要接下來請教喬蘭 就是你剛剛談到說 在這個所謂的黑箱 課綱的這爭議裡面 這所謂的黑箱 事實上除了剛剛在上段節目 提到的這個問題之外 還有另外也是一個黑箱的這種做法 嗯是就是指這個 課綱他通過的過程 就是因為他 他經過程序上經過公聽會之後 他還要送到教育部的 一個課審會 那要經由課審會投票 決定是否通過這個課綱 那這個課綱才會正式通過而被公佈 對 那這個這個剛剛有提到說公聽會是在很短時間 一年一月十六十七就連開了三場公聽會 那速度也非常快哦 在 在一月二十七號也馬上也開了這個教育部的課審會 要勝過這個 所謂的微調課綱 那當天呢這個課審會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現在有會議紀錄也有出來 就是有很多委員也表達意見說 這個改動的幅度是不是大了點啊 這不是一般的微調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有必要這麼急速的通過嗎 那也有委員表達說 這裡頭有很多用詞的改變其實不是 不是一般的微調 它甚至包含了 會引起政治爭議的 以及就是大家過去在討論的 關於你的用詞的那個 譬如說日誌跟日據 像這樣子的用詞的爭議性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是否要這麼倉促上路 也有委員的意見 那當天有很多委員都有表達疑慮 也覺得說我們是不是要保留一下 不要馬上通過 而且這樣的調整幅度 已經是一個大課綱的調整了 那既然 事實上目前我們也還在正 現在研理一個課綱是12年國教課綱 也就是107課綱 那既然已經有107課綱在研理了 是不是就 不要現在倉促就要改變掉 變成一個微調課綱突然又出來 這樣子有太多課綱在改變了 因為委員提這樣的意見 但是 但是呢 當場的主席就是湯志明 就現在的台北市交易局長 他就裁決說 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來進行書面表達意見 書面投票 那投票之後呢 書面寫完之後收回來之後 並沒有當場就是讓大家可以直接看票亮票 知道那個審議結果 事後才公佈 那事後公佈就說投票通過 這個在一般的民主程序都很有問題 問題太大 所以那次吳思華部長在立法院回答贈力軍委員的問題的時候 他說共識決 然後就會說 那你這個通過的課端叫共識決是什麼共識決 他還說出鼓掌通過 所以根本他們就是完全是不在乎 要真正符合這個民主的程序 也不在乎現場的委員的意見 他們只有一個使命就是要讓他通過 那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 呃台權會打這個行政官司 非常重要 就是說 呃我們除了要求會議記錄 因為所有的討論過程應該是人民要知道嘛 另外就是當天這個投票的 每一張投票單上頭的內容很重要 因為呃律師他們在法庭上面 就一審的說法庭上 法官還曾經請兩兆兩兆當事人 上前來看那個法官手上已經有 他已經有把相關的證據在法官那裡嘛 是當天課審會1月27號 當天課審會的那個書面投票的內容 那法官就有問他說 哎裡面有的內容叫做 尊重多數意見 有的人會寫尊重多數意見 那法官問問律師說 你這樣子就都算成都是繼承贊成票嘛 那教育部的律師說 對這樣都算成贊成票 裡面甚至還包括就是說 我覺得哪邊哪邊應該要調整的 都被算成贊成票 嗯 所以這個內容很有問題 這個通過的過程很有問題 就是大家就會覺得說 明明你的爭議這麼大 你怎麼會告訴大家說你已經投票通過 而且你投票內容是沒有辦法公開的 那我們如何相信你 所以現在在行政訴訟上 我們同時除了要求要公佈委員名單 跟會議記錄 這個投票內容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非常可能會整個讓這個微調課竿翻盤 可能當天是沒有通過的 嗯 然後他現在硬要在8月上路 甚至他所謂的8月上路也是一個障眼法 因為所有的課本都在印了嘛 對沒錯 這其實是一個兩個層面的問題 一個就是在這個所謂的整個程序上面 那剛剛特別談到 他其實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瑕疵 是不是真正的投票 或是這種投票算不算數 或是包括這樣的一個天外飛來的 這樣的一個委員會的 這樣的一個組成的過程 都讓人家有非常多的質疑 那當然另外一部分就是說好 那這個質疑的過程是在程序 可是在內容上面呢 所以在這個內容上面他到底 我想會有這麼粗糙的程序 恐怕是有某些的目的在裡面 他才可能會有這麼粗糙的程序 要不然其實就叫不來嘛 就慢慢的來 反正也不是那麼急那麼趕啊 這個課綱也是一個長久之計 好好的討論也是一個不錯 可是為什麼會這麼急切 那到底你們在看這個課綱的本身 有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嗎 課綱內容這次被正義最多的 一個是歷史一個是公民 嗯 然後在歷史的部分 我們剛剛有看那個圖檔 就是他的更改的範圍是非常的大哦 包括就是大家在正義說 你把正式統治時期變成民政 嗯 那包括就是說 呃就是他那個原來在中華民國時期 有很多以前的一些寫法 包括 呃 從戒嚴到戒嚴 嗯 然後經濟發展與挑戰 那從戒嚴到戒嚴被改成光復到政府前台 嗯 然後經濟發展與挑戰被改成從民國四十年到六十年代的政經發展 嗯 然後裡面要談的內容也都被改變哦 這改變的非常的多哦 包括就是說 本來的經濟發展與挑戰就就只要談就是談經濟成長以及社會環保問題 嗯 然後他現在把它加上說要談土地改革跟地方自治 嗯 哦 那要談那個兩岸關係反共同政策 白色恐怖跟保調事件 嗯 國際關係的變化 嗯 這個變動上是非常的大 那裡頭有一些爭議是有一些用詞的方式 它代表 因為 因為整個歷史最多在爭議的就是說 你是從哪個角度在看待我們的歷史嗎 沒錯 嗯 有一些 有一些角度是來自於在地的角度 有些來自於歷史學專業的角度 嗯 那現在歷史學會越來越走在地的路線 以及就是說我們要走向的是民主的路線 嗯 意思就是說我們很多對於歷史的解釋 不要再由當權者來解釋 嗯 好不是當權者跟執政者的歷史 而是我們人民的歷史 然後是公民來看待這個歷史 嗯 而且也會要求說一個歷史需要能夠是多角度的 嗯 但是光復這個詞跟政府 政府牽台這個詞 它是非常具有一種 政權 政權的 呃政權的思考的一個一個用詞 嗯 那這種用詞當然會帶來爭議 在過去這樣子的用詞都被拿掉了 嗯 也就是說過去的用詞 從解言到戒言 它是一個台灣談民主化的一個過程嘛 嗯 那談民主化我們在談的就是一個民主化 這是一個世界議題啊 嗯 就是你從光復到政府來台 你把它縮回來了 嗯 而且縮回到國民黨政權 嗯 所以這個類似像這樣子的的更改 引起很多歷史歷史學家的反彈 嗯 所以這次非常多歷史學家 其實不只是台灣史學者哦 包括中國史學者 世界史學者都出來反對 嗯 這個課綱的調整 嗯 那 嗯 對 對那其實我們會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我剛談到所有日誌跟日據 基本上來講 差一個字 可是他背後的意識形態價值 是 怎麼去定位是 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這似乎是一個很難避免 我想很難避免是說 課綱或是課本或是公民課本 他本來就是充滿著各式各樣意識形態的東西嘛 那今天即使在程序上面合法 剛剛談到的意識形態的價值 從什麼樣位置 從什麼樣角度 去討論這件事情 他這個爭議依然是存在 那怎麼辦呢 就是 所以為什麼 嗯 所以為什麼會提到說 前面那個公聽會的事情很重要 嗯 因為有 他當時這麼倉促通過 其實類似的意見是沒有機會討論的 嗯 我們沒有討論的機會 基層老師沒有表達的機會 很多歷史老師就說 你現在告訴我這個要講 講 只有 只有日本人講日據 對不對 那你其他呢 你荷蘭人呢 你鄭成功呢 你要怎麼算呢 難道不叫鄭成功據嗎 嗯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只有日 日本時代叫做日據 嗯 因為從國民黨的角度 就是一個被佔據的地方嘛 那你從歷史學的角度 他就不是這樣看嘛 所以我們要從歷史學的角度 還是從國民黨的角度 嗯 那我們現在被剝奪了爭議的機會 嗯 我們可以爭議啊 我們來討論嘛 彼此辯論 但是我們被剝奪這個機會 所以很多老師喔 包括公民老師跟歷史老師說 你要你 我們來辯論嘛 那你要先撤回 撤回這個違法的微調課綱 那我們可以來辯論 嗯 但是如果說你就是 非得勢在必行 讓我們沒有機會可以爭議 嗯 讓我們談辯論的意義也不夠大 沒錯 所以你要先撤回 撤回微調課綱 但是我們很願意進行辯論 嗯 比如說在公民裡頭 公民裡頭特別加入說 我要去談中華文化是我們台灣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這個爭議也很大啊 嗯 你什麼意思呢 連媽祖要從中華文化的角度來談耶 嗯 那這什麼意思 這真的合理嗎 嗯 這個角度是進步的還是落伍的 嗯 因為之前花一芬老師也在媒體上說啦 以目前的課章的狀況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十八世紀的國族主義的思考 嗯 十八世紀是過去的事情 應該是二十一世紀耶 嗯 我們要給孩子的是什麼樣年代的教育 這是大家要爭議的事 但我們要有爭議跟辯論的機會 嗯 這這的確 嗯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切點 就是我覺得歷史這個東西 當然 他常常會跟權力者是誰 而有不同的地義跟權勢 那當然起碼在這個過程當中 民主化或是不同的觀點 怎麼樣去交鋒 怎麼樣論辯是很重要的 不過我還是有一個比較覺得有趣的地方 好即使討論完了 那他還是一個對事實的陳述 或是對觀點的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歷史觀的這樣一種所謂的描述 可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我們對於我們要怎麼樣在課綱裡面 去讓大家去有一些思辨跟反思的能力呢 就是說我們今天討論完之後 還是把一些我們對歷史的看法 把事實的看法寫在裡面 那也可能是比較從中國的 也可能是從比較本土的 可是更重要是說在課綱裡面 怎麼樣去把那個所謂的同學學生 怎麼去思辨 他自己跟世界的關係 他自己跟環境的關係 這樣的能力是放在課綱裡面 這樣的能力很難直接放在課綱裡面 他基本上還是跟教學有關 然後他也跟老師的取材有關 以及跟課本比較有關聯 但是課綱是盡量希望他是綱要事的就好 課綱不用負擔說 那種什麼我們國家應該教育目的 要讓孩子有獨立思考能力 那是放在放在一個大的目標的 那不是編寫在課綱裡面的 那是我們教育的大目標 所以事實上以我們在看課綱 我會覺得說我們將來 將來在思考課綱的問題 必須要同時去把把爭議 社會上有的爭議 也放進在課綱的思考裡面 意思是說不要讓他只有唯一定論 我們在課綱裡頭就言明說 在很多事情 只要社會上有所爭議的 應該在課綱裡頭保留說 這件事情有它的爭議空間 並且在編寫教材時 可以把爭議放進來 也就是讓我們的課本 不要只有一種陳述觀點 讓我們的課本 它是一個比較 把爭議放進來的一個陳述觀點 因為這也是事實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需要 但每個爭議背後 有它的某一些價值兼值 或者某一些它的脈絡 那個就是教學裡面 最精彩的地方了 比如說光一個題目 誰是台灣人 可能他就可以教一個學期 對不對 那事實上 在我們整個課綱的編寫裡面 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這次101課綱 就很多專家學者來看 他們也會覺得 就算是我們現在 微調遣的101課綱 也都是有很大問題的課綱 就很多學者也會有這種看法 那他勢必會繼續爭議下去嘛 所以說我的課綱本來就是 就是要看這個社會 我們可以爭議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像最早我們提到說 像我就會覺得不需要去搞什麼課綱 一個國家 所謂的國家義務教育的責任 但是我提供場所 我提供教育資源 我提供教師 然後教師就去安排豐富的環境 但我國家不用去管小孩 必須要學到什麼 那如果說今天國家有一個 有一個所謂的學歷測驗 基本學歷測驗 他放在那兒 他基本上就已經代表了 我應該要負到什麼責任 還是要學到什麼了嘛 不用再去規定課綱了 但是可能台灣還走不到 沒有這麼快走到這一步 但是我覺得大家想想也無妨 因為其實這關心到 我們在教育上面的鬆綁 我覺得倒是蠻重要 特別是剛剛談到所謂的 對爭議性的這些議題 我們怎麼去看待 那其實不管怎麼樣邊寫 他其實跟媒體一樣 跟報導一樣 他都是一個選擇跟組合的過程 可是你在怎麼樣選擇 在怎麼樣組合 事實上他可能都會忽略到 不同的觀點 或是不同的角度 或是我們怎麼去看待這一件 這個所謂的歷史的這個事件 以及怎麼去選擇他 那剛剛談到這個所謂 把不同的觀點拿進來 我覺得或許是在這次爭議當中 也是一種可以再去思考 或是在一種 怎麼樣去做調整的一種方式 今天非常謝謝喬蘭 來接受這場 我想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很清楚的點出 在課綱的程序上面 是充滿了非常多的問題 謝謝喬蘭 謝謝 謝謝 跳動的心是你有重來的機會 我的愛會給你個擁抱 抬起頭打出生命的溫暖 天空的眼淚 激光的時間 還來不及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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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